紫鼠圍鴨事件升溫 小學老師受關注 幾乎進攻選擇因為洪水減少 反攻高潮尚未成型 中俄戰鬥機軍事演習侵擾韓國防空區 首爾緊急應對 兩名中國卓球選手因為打架球被終身禁賽 中美緊張關係升級 紅燦資本將會拆分中國業務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7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國際要問》 我是王曉祥 最近火爆網絡的江西高校食堂和中共官方 合力上演的一齣《紫鼠圍鴨》的鬧劇持續發酵 6月5日一位小學老師在上課時紫鼠圍鴨 引導學生做人要獨立思考 在壓力下敢於糾錯的影片再次火爆網絡 來看影片 剛才舉手的是一次機會 覺得老師剛才那句話說的是錯的 舉手 老師好多人都沒出 好 來 出來 舉手的同學出來 來 往出走 只有這幾個同學覺得老師剛才說的 話是錯的啊 剩下的都覺得老師剛才說的是對的對不對 對 老師說這是一隻鴨子 信不信 信不信 你們信不信 信 這些同學不信啊 老師要表揚這幾個同學啊 這幾個同學明知道老師所有的話是錯的 他們有勇氣去反抗 有獨立思考能力啊 剩下的同學老師說的是鴨子 明明他是一隻老鼠 從這件事啊 你們要學到做人 剛才對同學說得很好啊 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見 面對明顯的錯誤 一定要有指出這件事情 深究這件事情的勇氣 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沒有 聽見了 影片一經傳出就獲得網友的紛紛點讚 但時後 很快這位老師發帖表示 迫於某些壓力不得不刪除影片 並意味深長地表示 我承認我沒有我的學生勇敢 一時間再次引來網友的紛紛討論 這是一個不允許素說真相的國度 你敢說真話 他就敢要你命 一位網友用調刊的語氣表示 指鼠為鴨 指營為梅 新時代新發展 遠超指鹿為馬 另一位網友貼出米奇老鼠和唐魯鴨的圖片 配上文字說 我就說他們兩個關係這麼好 原來是一種生物 更有網友專門製作了一隻貓和老鼠的影片 並為他們配音 畫面當中貓一邊嘔打老鼠 一邊逼老鼠承認自己是鴨頸 老鼠哀求無果 只得承認自己是鴨頸來看影片 那我說你是鴨頸你就是鴨頸 給我記住了啊 聽見沒有 聽見了聽見了 我是鴨頸我是鴨頸 你是不是還有點不服啊 服啊我服了服了 來那你告訴我你是啥 我是老鴨頸 鴨頸就鴨頸 老來的老鴨頸 老鴨頸 老鴨頸 你到底被記住 你是鴨頸 鴨頸 鴨頸 記住了沒有 記住了記住了 鴨頸 鴨頸 這還差不多 記住啊以後你就是鴨頸 聽到了聽到了 我就是鴨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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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頸 叫了一輩子老鴨 老鴨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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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經過反覆對比來確認你 你就是鴨頸 你就是鴨頸 觀眾笑一天 也有網友不無諷刺 又略大嚴肅地表示 這個既不是鼠頭 亦不是鴨頸 這個東西學名叫軟立 對當時人來說是畢業證書 網友GIS判出英國著名作家喬治奧威爾 在他著名著作《1984》當中的一段說話 遲早有一天他們會宣布2加2等於5 雖然你明明知道那是個錯誤 但你必須將它當成真理 而且還要讚美他們正確英明 否則就會被認為是對他們不忠 因為對他們忠誠是你的義務 雖然你們之間毫無關係 而這一切僅僅因為他們有槍 紫鼠圍鴨事件指的是6月1日 有江西工業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 在網絡上發出影片 說他在食堂的飯菜裡吃到一顆老鼠頭 一時間震驚了整個網絡 令人猜不到的是6月3日晚上 校方發出公告說 這是一場誤會 學生吃到的不是老鼠頭是鴨頸 而且校方還強調說 當時人也已經確認了 那個是鴨頸不是老鼠頭 更令人驚訝的是 市場監控局經過鑑定 也認定就是鴨頸 這個公告發出後 在網絡上引發更強烈的震驚 資深新聞主持人唐浩表示 黨媒被允許報道這個老鼠頭 就是為了利用民間的小事情 不會威脅中共政權的小事情 來營造黨媒和黨的公正形象 這是所謂的小馬大幫忙 一火小小的老鼠頭 居然可以咬出這麼多中共的運作內幕 確實也算公在社職了 應該可以下作在中共的烈士務院 《風和網》6月5日刊登了作者賓語的題目為 《論紫鼠維鴨的合理性、死鴨子嘴硬》的文章 文章提到紫錄維馬的故事 但凡讀過一些書的中國人應該是都知道的 紫著錄《港系馬》 比喻故意顛倒黑白、混淆是非 紫錄維馬2023年之後 又有了一個新成語《紫鼠維鴨》 近期長沙一群公務員 在網外教育基地拍攝宣傳影片 聽到一切為了人民時集體笑場 推文指這個才是他們真正的想法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衝》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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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華藥學者、政治學家 袁茂春曾講過 共產黨將全中國的資源都壟斷起來 所以他們可以說集中力量辦大事 結果是太集中 集中在領導人的意志上 結果都是以集中力量扮蠢事和傻視而告終的 據《大紀元》6月5日報導 今年的《紀念六四》34週年 在美國紐約法拉盛舉行集會遊行當中 參加者以年輕人為主 全球有幾十個城市集會悼念六四受難者當中 參與者甚至組織者不少是來自大陸的留學生 口號不再是平反六四 直接就是要共產黨露台 分析認為中共的管控也到了極端狀態疲於不命 老百姓走出恐懼 抗爭的概率會大大增加 形勢面臨突變 旅美政論家胡平5號對《大紀元》表示 今年世界各地紀念六四活動的規模 參與者的數量確實比前幾年有顯著增長 這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習近平這個總加速師 是他的倒行逆施使更多人站出來 有分析指中共怕什麼來什麼 據中央社報導國際黑客組織匿名者 Anonymous64的名字在推特發帖子 他們在六四三十四周年當日攻入大陸多家網站 並藉入無忘六四和塔克鎮壓的照片 最引人注目的是陸軍工程大學 航天工程大學等中共軍校沽網被入侵 Anonymous64還貼出多張截圖並說 我們攻擊了中共的網站 我們要讓世界看到中國的真實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真相 在截圖當中 Anonymous64還不忘截入一張 提為作風優良能打勝仗的狗追松鼠的漫畫 嘲諷中共軍隊 中國問題專家 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 5日對《大紀元》表示 推翻中共時機已到 他說中國的民主運動不管如何艱難 但從來沒有結束過 如今終於迎來新的機遇和新的生態 如今維權運動已不足夠 現在應該將共產黨政權拿下 這個時機到了 禮拜二俄國佔領的一座烏克蘭主要水壩 和發電站被摧毀 造成嚴重洪水 縮小了烏克蘭在南部計劃反攻的選擇範圍 《華爾街日報》指出 一名西方官員6日表示 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情報機構 正在努力確定誰應該對大壩決題負責 目前傾向於俄羅斯更有動機 歐盟方面認為大壩被破壞 讓俄國贏得時間來重新配置其防禦 同時剝奪烏克蘭的一些預期反攻選擇 前德國國防部官員 莫尼克安全會議研究員尼科蘭格說 大壩選委之後 沿著前線穿越浩漢的蒂尼北河 將會變得不可能 俄國現在可以從西南部重新部署資源 以加強前線的其他部分 長期以來 基庫的主要目標之一 是撤斷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半島之間的六橋 被洪水淹沒的地區是基庫尋求這個目標的途徑 考慮到這類行動的難度和可能的成本 以及烏克蘭缺乏兩棲作戰能力 軍事分析人士認為 烏克蘭人渡河進攻是不太可能的選擇 對烏克蘭來說有利的一面是 洪水還可能衝走俄軍 在該地區設置的防禦工事和雷區 各方面評估認為 目前烏克蘭的攻勢緊處於初始階段 高峰尚未到來 美國官員6號說 基庫的反攻勢頭仍未到高峰 最近幾天軍隊在烏克蘭東部和東南部的行動有所增加 但主要攻勢尚未開始 上週末 烏克蘭國防部發布了一段影片 影片當中士兵將手指放在嘴唇上 作出樹的手勢 配文說計劃喜歡沉默 不會有開始的通知 這樣反映出基庫希望對反攻的計劃全面保密 中俄兩國6月6日在日本海和東海進行聯合空中巡邏 多架軍機貿然闖入韓國的防空區域 在中俄進行挑釁行為後 首爾方面緊急派遣戰鬥機前往應對 根據軍方的說法 當時有四架中共軍機和同等數量的俄國軍機 進入朝鮮半島南部和東部的防空區 造成對韓國的威脅 自2019年以來 韓國政府第六次面臨同類事件 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的中俄聯合演習 當時有三架軍機闖入防空識別區 在2022年5月份 中俄巡邏機在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 舉行四方峰會之際靠近日本領空 以進行挑釁 迫使日本也進行了戰鬥機緊急起飛響應的行動 作為回應 美國同盟有加強了印太地區的軍事存在 以保衛地區安全不受到侵擾 自上星期以來 美國、日本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 首次在南海舉行聯合海岸警衛隊演習 這樣的舉動令中共政府感動壓力增加 近期以來 中美兩國之間的局勢仍然見拔好張 白宮6月5日表示 美國和中共軍隊艦平同軍機 近期在印太的不安全遭遇增多 6月3日 美國阿里巴克級驅逐艦中雲號 加拿大哈里法克斯級護衛艦蒙特利爾號 過台灣海峽 遭中共軍艦近距離挑釁 雙方一度相距不到150碼 遭遇安全風險的可能性飆升 中國桌球選手梁文博和李航 因為勒索另外8名中國球員參與打假球的醜聞 遭到世界職業桌球業會終身禁賽 6月6日 獨立紀律委員會聲明說 該機構發現梁文博和李航在7月安排了5場比賽 然後鼓勵或施壓其他人在7月至12月期間安排比賽 此舉構成打假球 梁文博是英國錦標賽的前決賽選手 兩人必須在6月20日之前對該決定提出上訴 此前他們因為調查未完成被處罰禁賽 梁文博和李航作為呈現嚴重案例遭到桌球官方驅逐 今年以來共有10名中國球員捲入案件 受到世界桌球場會賽的制裁 其中包括這項運動中的兩位大會顏炳圖 和中國桌球球員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趙心彤 2021年大師賽的冠軍顏炳圖被禁賽5年 趙心彤被禁賽1年08個月 中國名將丁進暉也接受了調查 但沒有調查出違規行為 在今次大師賽中 丁進暉因為排名太低 並未獲得資格參加 世界桌球主席費格遜說 看到一些年輕的天才球員 在兩名資深球員私家的壓力下 違反了行為規範令人心碎 這種行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桌球作為小眾競賽項目 參賽選手的收入並不光鮮亮麗 英格蘭名將奧沙利文此前表示 由於參賽成本太高 世界排名前16位之外的選手 絕大多數根本賺不到錢 此有不少球員經受不住打假球的誘惑 廢格遜表示他很高興委員會沒有發現 任何證據表明桌球當中 存在更廣泛的不當行為文化 我們必須將這個結果作為教訓 如果任何球員參與操縱桌球比賽 他們將會被抓住並面臨嚴厲的處罰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風險投資公司紅燦會將他的中國和亞洲業務 從美國業務當中分離出來 來應對日益複雜的地緣政治局勢 以及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緊張關係 紅燦星期二告訴投資者 宣布將全球業務拆分成三個實體 其美國和歐洲的風險投資業務 將會繼續被稱為紅燦資本 文名繼續維持不變為Sequia Capital 紅燦中國會將它的英文名稱改為孔山 這也是紅燦的普通話拼音 紅燦在印度和東南亞地區的公司 也將會分拆改名 根據一份給投資者的說明 這三個部門將會停止共享IT、財務和會計等後台職能 預計分拆計劃將會在2024年3月完成 紅燦美國是一間成立於半個世紀之前的 直谷公司 因其早期對蘋果、Google和Airbnb的成功投資而聞名 紅燦旗下的中國分支成立於2005年 由風險投資家沈南彭掌管 他也是中國食品遞送公司美團網 和電子商務市場拼多多的早期投資者 此外在技術、消費和醫療保健領域的幾百間 其他公司都有股份 最近該公司在中國不斷增長的投資出現了爭議 美國政府正出台投資限制措施 阻止美國資本、投資中國的半導體和科技行業公司等產業 而紅燦資本不僅投資了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還在2021年和2022年之間 對中國半導體和相關企業進行了至少20項投資 前美國投資者約佔紅燦整體投資者的一半 為了解決與中國風險有關的擔憂 今年少早 紅燦資本開始允許獨立的美國國家安全專家 對其中國分佈的一些潛在投資進行審核 包括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等領域 據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說 即使在分拆後 投資審核仍然將會繼續進行 今天的報導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